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酒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 其实是任志强被抓 任志强被抓应该是被抓了 所以是一种完全公开化 其实在这过程中 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王岐山 他是一种公开化的表述 而目前从03年的非典 到2020年的武汉病毒 就显得很有趣 从中你可以看到 中共在处理手法上 跟WHO之间的关系上 和他为什么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相关疫情疫区时 他对整个环境的影响 以及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那王岐山的这种 王岐山的出头 和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一切呢 都只不过照访当年的王岐山的做法 所以又发出现在的故事 我们就跟大家分 现在的时间是有点那个了 以后多做点什么 多看两集吧 反正现在看起来 特别是在海外的 很多地方都关门了 哪也去不了 电视什么都没有 这个哪也去不了 欧洲跟北美进入了一种非常的时期 现在看起来都奔着14天 甚至20天 21天吧 应该他们的方向是去21天 其实我个人看起来也是21天 韩国就表现出非常完整的21天的状况 但是意大利不是 意大利持续在出事情 很有趣 这个一会儿跟大家分享那个问题 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的国家 在疫情中没事 03年27号到6月24号 我们跟大家 这是一个技术了 这是搜狐的 3月27号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 那时候就宣布了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也没有 没有现在的这种通信系统 我们当时只是知道北京出事了 在民间说 传说 那时候呢 那我跟国内还有 跟北京很多朋友都有联系 那时候朋友也多 所以就跟涛哥描述 当时 比如说西单商场什么样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贵友什么事 那时候还是这个的 就是 怎么都空了 什么都没了 就 就 吓人了 哪儿出事 哪儿死人 哪儿谁家病了 都是民 那时候北京就是那样 民间的说法 而大家讨论都是在 那时候叫什么 那时候还没有blog呢 那时候就是 你言我语 在这个叫什么 我现在都忘 在那种社区讨论当中的环境中讨论 所以27号比较早 所以27号比较早 27号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 蒋炎勇还没有出来 蒋炎勇是4月初才网上不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吧 4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又取消了北京为疫区 这是一个 这是来去很奇怪的一个前后的故事 这是很奇怪 我后来没有去找世界卫生组织 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 4月1号 然后4月3号 张文康说 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没错 张文康当时是卫生部长 4月6号 温家宝说话了 非常重视非 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的蔓延 所以中共的体制 无论你认为它好和不好 无论这个人和好和不好 或这个人温和不温和 人性不不人性 它在中共体制之下 人都会成为魔鬼的 即使是人性的表达 都是魔鬼的另外一面 我以为就这样 所以这就是 这是共产党的概念 我再强调 一会儿我跟大家分享 欧洲在苏联地区 就是原来1989年到91年 苏联解体的苏 就是苏共解体的控制地区 疫情都是非常低的 你根本看不到什么报道 保加利亚 你能听到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有 乌克兰 白俄罗斯 俄罗斯 你看它有多少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英国 荷兰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你看什么样 很有趣的 这个 这个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 4月8号 将非典定性为叫法定传染病 疾病控制中心开通 这个前后 我记得蒋延勇 大概在4月5、6号的时候 往外公布出去的 然后4月8号 世界卫生组织到北京 12号 再次被定为疫区 当时北京为中心 温家宝来到了幼安医院 当时我忘了为什么不是迪安门 后来是迪安门跟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最开 4月20号 这树已经出事了 这树已经完全都给顶出去了 4月20号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 宣布叫疫情一日一报 北京开始从37增到339 张文康 党部叫党组书记职务被拿下 孟学农副书记被免去 王岐山到市委副书记常委 所以王岐山接的张文康 这是在4月20号同时发生的 然后发生了恐慌性的抢购 起因据说是北京说 北京即将封城 手机短讯 忘了当时的手机 应该是可以发短信了吧 我忘了 我真忘了 好像是可以 然后去建了小苍山 北京市委向市建委改造小苍山两岸 然后占地60米 床位1000个 你看现在他全都是学的 然后这个4月23号 非典指挥部 拨款21 30号交付使用 你看看他的时间 22号建小苍山 这个30号就交付使用 7天 当然他是在小苍山两岸 基础 就把那个东西拿进来 然后这就是人民医院隔离啊 什么者 这就另外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孟学农跟王岐山之间的故事 原因呢 就是出了这事 据说孟学农的 孟学农的微信被封了 为什么被封了 不知道 孟学农是姚一 姚一元的 姚一林 姚一元 另外一个女婿 这个 他是两个人是连金 是带挑了 说中南海应该是正在发生大事 这是传出来的 孟学农的微信圈 是由二三十位工会 复联法学界的政学委员组成 那当时孟学农是法学委员 2014年的主任 在北京说 微信圈的是了解社会民 社情民情的渠道之一 那很接地气 我的一个朋友 发现他的老爸 微信被评了 他老爸是孟学农 太搞笑了 这是在微信圈里发的 您是说啥是给封了号了 你就看到老干部和我们的屁民是一样的待遇 对方账号异常 被封了 他已经被封了 看不清楚了 是孟学农试试 下面整个内容 我们就截图是看不清楚了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就是这么个说法 还没有太多的解释 那大家当大家清楚了 孟学农跟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和在非典时期 他们相互交替的 也就是说 即使孟学农拿下来了 但是当时的中共 不敢惹姚依林的 所以就让他另外一个女婿 王岐山回到了 这个 回到了这个北京 那王岐山建了 小唐山医院 在十七年之后 习近平没有任何办法 去复制了王岐山的小唐山医院 叫火神山 对吧 火神山 雷神山 这是天下太笨的 就是太迷信 他既又迷信又笨 然后他根本离不开 他的思想 他的概念 其实 他的处理 遇到事情时 他本是离不开王岐山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 不是他做的 是王岐山做的 但是当他把王岐山 给边缘化的时候 大家哥几个分开的时候 那就另外 哥俩分开 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 孟学农是一个 相当倒霉的人 他在北京任市长 然后三个月就出事了 王岐山接班 然后他又到了陕西 山西任省长 一年之后又出事了 然后又辞职了 所以他就 他在地方任官 本来是要上来的 他就没上来 2010年 到了直属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任副书记 12年 到了常务书记 到中职校长 13年 到了政协 到了政协 所以他就 等于是孟学农的官 他的市处的官场 比王岐山差远了 不知道 就是他 他就感觉上就是倒霉 就没有什么其他可说 他就是根本就没有官运 非典 海外说 报道了有关太子党背景的 任志强 秘密官养 现在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我们已经讲过了 韩联潮 在推特上 在推特上先说的 12号被流支了 但是 苹果日报 对不起 纽约时报 讲的是昨天 14号 他说 关押在 北京郊区 芒山市计委 培训中心 部分呢 实际就是 他是秘密官押 王英 朋友圈说 王岐山 任志强失联 你坑一声 在哪呢 然后就再次谈到了 这篇文章 然后文章提出了 一大堆的问题 这是讲那个文章了 然后他特别谈到了 最后就是 在某主席17名 在17万党员大会上 都是在用各种谎话 来当者修补 掩盖自己 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那次大会中 唯一不参加会议的 就是王岐山 意味深长 原来的 这是 就是真正的 强悍的阵容 完全是分裂了 69岁 任志强 太子党 他的父亲 原来是商业部的副部长 这么个原因 而王岐山呢 与王岐山 亦师亦友 关系密切 那任志强在大陆敢言 那就没了 所以这是 这个文章 没有什么太多的 他只是说 孟学农的微信圈 被微信被封了 那如果孟学农的微信 被封了的话 应该冲着王岐山去 因为孟学农 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力 那他如果封掉的话 是为了封锁消息 是为了封锁消息 是为了这么讲吧 是围绕着王岐山四周的一切 被封锁了 这应该是他的目的 我不知道中南海会怎么样 但他如果真抓了王岐山 就是针对王岐山下手的话 那故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基本就是习近平 同样玩事出事的概念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了 所以 那就看了 那但是这现在围绕着 是王岐山的决裂 所以我刚才对比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把王岐山对等成五城王 所以就说这意思了 五城王的离去 是这个昼王的崩溃的一个 一个内部崩溃的 一个相当标准的样子 我们不好评价它是什么 但这是个现象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